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周末 我一觉起来 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 只觉得脑袋发晕 身体很疼 还有 还有肿胀感 我又知道我发现我睡衣最上面那个扣子是系起来的 我从来都没有习惯系那个扣子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有人进过我的房间 检验报告出来了 还学我做什么 随时跟我说 我正在学习 你快去找我 你不认可 我正在学习 你不认可 你不忍耐了 我 你 我 我 突然发现把这些都说出来也挺好的 轻松了许多 任何人身上发生这种事 大概都会很难面对的 当我有一点想不通 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当我看到唯一的女警察离开 我就害怕了 哥 哥 我 我们还是回家吧 报警的话所有人都知道了 比起被人议论和怜悯 我宁愿把这些事情永远藏在心里 让它慢慢过去 但是我错了 我不这么磨车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